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就在今天我们爆卦结束之后的4点15分 是我们6月份的会员专属的线上粉丝见面会 那当然还是由我跟莎莎主播 一起跟粉丝朋友们 大家互动聊聊天 那如果还没有加入爆卦后援会的朋友 现在加入还来得及 那同时呢还有就是 我特别感谢大家这四年来 对中天新闻的支持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呢都一直在抖内我们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抖内的活动 这个怎么样操作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想大家这个铁粉都有了 中天新闻网的APP 你点击首页的右下角 这个中天宝宝的图案点下去 那么就会出现你想要赞助抖内的项目 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留下你的昵称 以及想对中天说的一句话 完成了抖内付款流程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新生昵称呢 就会在镜头上秀出来 同时留言也会在跑马灯上出现 那还是请提醒大家 抖内我们非常欢迎 但也请大家亮丽而为 好那今天呢就希望大家 永远投票来表达你的看法了 主要是在今天的这个新闻 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在问呢 他是哪一家 会有这种情况吗 绿媒爆料说 传出某政论节目 有中媒记者在棚内盯梢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 而且也不具名的消息人士 放了这种消息真的假的 那你到底想干嘛 一 凸显NCC重要性 因为行政院长佐隆太说话了 二 认知作战 影射罪伤 三 强化仇中的敌意 第四 你有别的看法 欢迎你告诉我们 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 并邀请到是 时事评论员伯基黄昂明 大家午安 还有我们的这个 前立法委员正立文立文姐好 大家好 以及历史哥李易修 哥好 大家好 我们就直接来看到了 这个当然是昨天赖清德总统亲上火线 他宣布就国会改革法案申请事件 还有暂时处分 所以在这之后呢 包括了监察院 立法院的民进党团 以及行政院都会接棒跟进 所以就是所谓的四路齐发 好 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包括了这个是 网红馆长陈志涵 直接开直播痛骂 大法官如果判定违宪 他将号召民众上街头抗议 保证人数绝对吓死人 而这个作家飘浪岛屿也说 只有专制国家人民才不可以 对至上权威表达好恶 台湾是专制国家吗 未来死刑违宪信案 谁又能阻止人民上街 表达意见的权利呢 那当然包括还有网友 也开始在喊了 要发动红山军倒赖 罢免赖清德 也有网友说 可见民党有那么多 见不得人的事 包括上个星期 游云龙老师呢 在新闻千里马直播节目 他也认为说 他觉得大法官会全判违宪吗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会有很严重的政治后果 他说蓝白可能会发动群众 包围司法院 那就是继续没有意义的乱 而游老师认为 大法官现在的社会声望很低 社会对他们有很大的疑虑 带他们权力大 所以宪法法庭会是一个变数 如果部分违宪部分不违宪 当然也是一种做法 我先请教波及 那目前看来火车即将要对撞 还是已经对撞了 那么接下来四年台湾陷入了 无限动荡 要上街头吗 实际上不是四路 实际上是八路 八路 这个八路军要开战 什么叫八路 就是四个机关 府立法院党团 然后行政院 然后监察院 这个是属于提示线 对 再来他们的舆论战 舆论战党中央 再来轻鸟行动的群众 再来绿媒 再来就是侧翼网军 所以总共是八路 这个新八路军 就是要对付我们的在野党 那当然这一次 这个朝野的这种冲突 最后演变到宪政的对峙 其实当然这个终局 是由司法院的大法官 来去做这个所谓的宪法法庭 去做终局的裁判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我是认为说 我们现在其实在野党 也不用去 因为是蔡英文提名的人选 而去多做猜测 因为也许正是因为 是蔡英文提名的 所以他们对赖兴德 也许会有不满 所以我说不要多做猜测 因为司法院的大法官 我们常讲这个 司法是国王的争吵 他们我们对司法改革 这一块当然很多民众 很有意见 但是能够通常能够 做到大法官这个层级的 至少就算今天 他的这个司法的经历 再怎么样丰厚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至少他们要面子 这些四字 什么第几号的这个解释文 这些东西未来 是要变成 司法教科书里面的 所有的题材的 所以当他们今天要去做 所谓的视线的解释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 让大部分的人 信服的话 这样的解释文 最后到了学界 到了司法业界 是会当笑话的 就所以你说像很多的 常常有一些事先 为什么有一些大法官 他要提什么 不同意见书 或是协同意见书 他的用意就是说 这个最后写出来的东西 我不见得那么的赞成 或怎么样 他要提出他个人的意见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 我要为我自己 在这一次宪法法庭里面 解释里面 做出 这是要具名的 这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用先揣测 我们还是回到宪法的原理 就是说这一次 其实你说像 第一个 总统府当然他们主打的 其实去找一个律师来 然后去讲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再去 这个赖心得去讲说什么 对他的职权 再去讲什么立法程序 这个你不需要 智慧到立法程序 我一直都强调 他们现在就是在玩青鸟的 这个所谓的煽动活动 那你只要针对 比如说国情报告的部分 因为其实真正影响到 总统职权是国情报告这一块 国情报告的部分 你觉得你有什么疑虑 你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基于总统府 他本来就是宪政机关的一环 他可以去做相关的阐述 这个就是 他要提示线 本来就是他的权利 过去陈水扁也提过 那你去想说 过去你知道 像我就查了一下新闻 陈水扁提过两次的视线 一次是针对 就是针对所谓的 他的所谓总统职权 去做视线 一次是针对他个人 陷入司法的 这个扁案 就是国务基奥费案 然后呢甚至想要企图 帮第一夫人解套这样的模式 那个动机就不存了 第二次视线 其实那个动机很糟糕 而且呢 那一次的秘书长是谁 你知道吗 谁 卓隆泰 哦 就这么巧 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 原班人马还朝 班师回朝之后呢 现在演了同一出戏 只是说他们这一次 当然他们要高举说 我是为了宪政啊 为了保护宪政 假护宪之民 行这个所谓的斗争之时 那不管怎么样 今天总统的直权 国情报告 有没有疑虑 这个让大法官去判读 但我必须讲哦 这一次立法院里面做出来 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讲的是德 而这次改成因 我认为确实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关键就是在于说 未来在这个所谓的宪法法庭里面 去做辩论 昨天赖兴德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律师 到时候是个律师去帮他辩论 俯派出来的 这个代表是那个律师嘛 那我必须在那边奉劝国民党 在野党的这些朋友 不要派翁晓琳 不要派吴宗宪都不要 你们找一个宪法学者 宪法专家去 好好的辩论 像那个吴宗宪委员 最近他有一些这个媒体的 当然我有问他 他都还没辩论 他说我认为会被部分 部分违宪 顶多部分违宪 不是啊你还没站就已经先承认会输 包括翁晓琳委说 如果这个被宣告违宪 我们再来修法 这个说法在政治上是不对的 你已经先认输说 对我们会违宪 这个在政治攻防上面是 自己先找了一个败 就是已经说我们会输了 所以先找好 这个所谓的能够帮你们去论述 有很多东西他不是一定违宪 他有讨论空间 比如说比如说你要知道 政府院长的记民投票可能违宪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很多人说奇怪这个也会违宪 对啊这个有什么好违宪 因为我们的宪法第192条吧 应该没有记错的话 就他里有一条规定说 本宪法所规定之选举 以平等秘密所普通 要用吴继民行之 里面就强调要用吴继民 而立法院长的选举里面 刚好在宪法政策上 立法院设政府院长 由立法委员互选之 那是宪法里面有规定的选举 所以这个都有可能变成一个讨论空间 可是如果今天要去辩护 他也许要强调 这是属于国会自治的权利 所以当国会做出的决议 应该要尊重 他不是属于那种 所谓的一般的选举 而是属于国会 应该要有一个授权的概念 就是这个可以去论述嘛 所以我说找宪法学者 找法律的专家 去做论述很重要 再也总的不要轻忽了 这次宪法战争 这个宪法战争 某种程度上 如果你一败 你这些还你要去 你要再去修法的话 难度极高 难度极高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当然我刚刚讲的是 总统府 他是针对国情报告 立法院党团 当然就是针对 所谓他们讲的是一堆 他们已经讲了很多了 他们可能 我们到时候来看看 他们的视线文里面 会不会写习近平操控 那再来行政院 当然是针对他们行政官员 有可能是我们 描述国会这一块 再来就是监察院 监察院说他们会影响到 他的调查权 老实说我最不懂的 就是监察院 去提这个干嘛 因为监察院的职权 没有受到影响 监察院现在能做的事情 在这些修法过都能做 我不是很懂监察院提示线 当然他也可以说 因为他把我们的市场 抢了一部分走 当然这个东西就牵扯到 当然你有这个疑虑好了 你提你就尊重了 只是说最荒谬就是今天出来开记者会 是李俊逸秘书长 他过去是第一个他主张废考监 第二个他过去主张听证调查权 然后现在跑到 我只能说这个画面太美了 实在是我不忍之事 所以呢 赖清德他提示线 以及发动我刚讲的八路军去做 这个所谓的视线的战争 他们的视线我讲的是他们看的 他们的眼界 就只是在看着同温层而已 他们视线就给予他同温层 希望让他们同温层 对他们这个跟在野党 搏斗的决心 他们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 然后呢能够去观照到说 这个我们自己人都要满意 然后呢一个都不要跑 这样他稳稳拿到四成的支持度 他认为他这样政权就能够稳定 我想这个才是这一次主要的原因 对问题他不是只有同温层的总统 他只想当同温层的总统吗 好所以在今天才会 应该是昨天了 馆长才会开直播说 那如果相关法案判是违宪的话 那台湾就完了 他说他绝对会号召民众上街抗议 保证人数绝对吓死人 上个星期游永老师 就已经在节目上提到了 他说如果通通判违宪的话 哇他不知道 也许蓝白会发动群众包围司法院 好那在今天呢 中平社港媒也有一番评论 他提到了 执政党全面向在野党开战 大陆想要借着视线 引发台湾内部对抗转移 大陆对台动作之外 赖清德可能会担心 如果不视线导致在野党 查出政府的弊案 将会严重打击 民进党接下来的选举 那么接下来四年 确定就是朝野对抗的格局 也几乎看不到缓和的空间 所以这个立文姐目前看来 情况只会更糟了是不是 一定的嘛 然后以赖清德的性格 我讲过很多次 他不会回头的 他也不会转弯的 他就是跟你硬杠到底 因为他本来的性格 就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性格 不说 再加上他这几年的 从政太顺了 所以已经很习惯 让人泡泡泡泡 不只是大家都是 这个逢云拍马 而且你想想看 他在台南市 发迹的整个的过程 民进党是卯足的力造神的 一个人被造神造久了以后 他就当神了 你懂吗 他就不是人了 所以他就真的把自己当神了 所以只有你们拜我 只有你们听我的 对不对 我是神的意志啊 那这个东西就会使得 他作为一个少数总统的 这种处境 是最汉格不入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政治悲剧的开始 这四年一定是永无宁日 这是不在话下 第一个我先呼应一下 刚刚波及讲的 我觉得他刚刚有一个提醒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这也很有可能是 国民党会忽略的 当然国民党的讲法就是说 先把丑话讲在前面啦 这个视线很可能会不过的 因为所有的大法官 都是民进党豢养的 或者是民进党提名的 基本上呢 是跟着民进党党义走的 他忘记了他今天 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 你从费死这件事情的争议 事实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端倪 即便在台湾稳定长期超过八成的人 反费死大法官还可以 以上对下这种指导的方式 说应该要费死 你就可以看到大法官的 他的这个整个的认知 是非常的脱离台湾的民意 跟现实的 所以好大法官会判违宪 这个现实上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 就忽略了宪法论述之战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又是一个第二次的机会 跟战场打论述战的时候 那这个的论述呢 已经不只是我们之前 在立法院的攻防 而且他会把高度 上到宪法的层次 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波基的提醒 非常的重要 就是国民党 一定要好好地去寻找 对宪政理论辩护 有两把刷子的人啊 所以重要的学者必须出动 然后在宪法的层次 跟台湾实际政治运作的层次 甚至于在比较宪法的层次 告诉人民 就给台湾人民上一堂宪法课 我觉得也很好 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而且呢我认为不是只有 就是说蓝的绿的会去关心 你想想看所有法律系的学生 对 对不对 那这些年轻学子 他可能都还搞不清楚嘛 对不对 他对过去的长期来蓝绿的 恩恩怨怨他也没有记忆 因为他太年轻了 对 但对这一场的辩论 我相信所有念法律系的人 你必须要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宪法的论述 重新的再把这一次国会改革的 所有的问题重新论述清楚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所以这一点的确 国民党跟民众党 必须要好好的抓紧这个机会 不要陷入情绪性的反对 因为真的被惹毛了啦 谁不生气嘛 你民进党无理取闹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但这个时刻还是要越沉着 越冷静越好 在宪法的论述上面 正是流传千古的啊 对不对 未来大家所有人都会来看 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好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宪法论述战 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那甚至于 我觉得都应该把他们的 所有宪法论述 你一定要至少要翻译成英文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西方媒体 现在一面倒都跟民进党是好朋友 然后他们呢 他哪搞得清楚呢 你今天国会在吵什么 所以呢他也就一面倒 便宜行事的 听民进党的这一些大外宣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必须把它变成一个 关键的认知作战 还有整个国际的舆论 你必须要了解 你搞不好国外学习宪法的人 他也会来看啊 你们在吵什么 好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要小看 它的深远的影响力 接下来呢 也会让你累积很多的宿美奔 我想这个正当性站稳 然后站得很高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讲到就是说 那么接下来政治的动荡 当然了 因为赖清德 我认为他不是转移交点 他根本就是一套的 他是根本环环相扣的 当就是我多次谈的 他今天作为一个少数总统 而且呢民进党其实在很多的重大政策上面 自相矛盾的非常严重 他这一次的国会改革就是一个缩影嘛 因为这些国会改革的重大的法案 过去长期的主张 其实都是来自民进党 那是民进党自己否定了过去的理想 是民进党自己否定了他们过去长年的坚持 所以他搞得似不像自我矛盾 搞得零着水都要崩溃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国会改革这一项 能够把民进党的狐狸尾巴 或让民进党让你看穿 看破民进党的手脚 很多啊 对不对 他以前也反萊猪 现在叫大家吃萊猪 太多了 自相矛盾的东西 所以民进党是经不起检验的 那他没有办法让你检验最好的方式 再加上他在国会里头又是少数 那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些通通模糊掉 怎么模糊呢 所以所有的政策辩论 理性讨论对话 通通不用免了啦 因为再怎么讨论再怎么讲 我都讲书你嘛 所以呢 那我民进党哪有这么笨 我就把所有的内部矛盾 通通上升为敌我矛盾 今天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也不用去思考说国会要不要改革 改革的对不对 你也不用去思考 劳改要不要改 劳保要不要改 你也不要去思考健保问题 怎么办 少子化问题 怎么办 台湾的竞争力 台湾已经被全世界孤立了怎么办 这些你都不要想 年轻人永远买不起房子怎么办 那万一天天大家都想这个问题 民进党就垮啦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怎么办 就告诉你 这些人啊 他这些都是假的 这些人之所以跟民进党 反对民进党 是因为他们通通拿了习近平的钱 拿了国台办的钱 他们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 结束了 所以你不用动脑啊 动脑很辛苦耶 你不用动脑 你也不需要去想这么多问题 你也不用去查这么多资料 然后还在去认真的看 哎呀在国会里头 民进党说了什么 国民党说了什么 通通都不用 你就脑残就好了嘛 你就接受他的说法说 哎呀对想那么多干嘛 那这些人之所以反对民进党 反对赖清德 背后一定都是中共的阴谋 结束了 所以当你把人民 通通都当白痴的时候 人民呢也觉得说 哎对对当白痴好舒服好爽啊 那这不就简单了吗 所以他必须第一个 真的把两岸的局势搞得很对立 搞得好像一天到晚 老公都很气我赖清德 对不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 我在国会多数 我说不过你 我举手也举不过你 那我就把所有的矛盾简化 就这样子 全部的问题都是因为阿公来的 那既然是这样 那就不一样咯 今天是台湾生死存亡之战咯 对不对 所以我怎么能承认这个国会呢 我怎么能尊重这个国会呢 来搞罢免 那反正我没差嘛 他输掉了嘛 对不对 他本来就在国会是少数嘛 所以我说啦 今天民进党钱又这么多 A了这么多钱 对不对 我就是要拿一些出来 搞这些政治斗争 搞这些洗脑认知作战啊 到时候我就有钱傻 对不对 国民党是非常有气魄啦 也要跟我们一起搞罢免 但问题你没钱啊 对不对 你没钱啊 是不是 你口袋里面是空的啊 你是气魄好啊 我民进党我有钱啊 对不对 我钱那么一洒 就有七鸟飞出来了嘛 不就这么简单吗 是 所以我就来搞罢免看看 所以今年到明年就烽火两年 之后就来就选举啦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变成了 反正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嘛 民进党还是有有有那一票人支持他 那我觉得 这就是今天台湾民主的悲哀 所以咯 当这些大法官会做什么样的解释呢 我其实我是同意馆长的做法的 对 你必须展现直接民意 因为这些人你可以扣帽子 你可以丑化国民党啊 民众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展现的是最直接的民意 是人民本人 是人民本身的声音 是人民自己走上街头 那个震撼力是不一样的 当你人民大批的 我相信馆长所说的 你今天民进党可以列塞加凹丸 你可以做得这么绝 你真的把老百姓 通通当韭菜当空气 把我们通通都当白痴吗 我们就出来告诉你 我不是韭菜 我不是空气 我不是白痴 那当大量的民意涌上街头的时候 你可以对比啊 青鸟是什么德性啊 对不对 然后这些人是 又是怎么样的一批人啊 对不对 赶快叫王羲之 对不对出来 来分辨一下 来分辨一下 比较一下 分析一下 年龄层 对不对 是哪些人 那老百姓看了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而只有民意直接的展现 我告诉你 民进党政客才会紧张 对 民进党才会害怕 不然的话 你不管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民众党的政治人物 怎么叫怎么喊都没有用 所以我认为 最后就变成是 百姓自己要展现 我们人民团结的力量 走上街头 制止乱象 否则的话 台湾这个是不得了 这个是往悬崖里头跳 赖清德是带着我们 往绝路里面走 所以这个是 必须人民展现团结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悬崖勒马 救台湾 其实昨天赖清德自己出面说他要进入整个事件大战了 同时呢 当然在现场这个场庭谈话的时候 他开放媒体记者QA 也有记者问他 要不要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赖清德说的直接啊 他直接讲了 他说在大法官实现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不会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所以请这个蓝白不宜贸然行动 好 这个部分 所以呢 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呢 直接就激赖清德 他说认为他已经是进化版的 不进议会4.0啊 因为回顾当年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候 曾经长达232天不进议会 担任总统之后又提出了反国会改革事件 还提出了暂时处分 作为这个堪称进化版的不进议会4.0 但是其实呢 你知道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明明你去年在选总统大选的时候 不是这样讲的啊 你这个一起总统候选人公开 辩论的时候 你不是就已经说 总统有义务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而且接受立委寻答 好 那这位网友那当然呢 网友也看到了嘛 也记得嘛 好 所以呢 大家痛批 开口就说谎的总统 好 那赖皮成性 你也没办法 你也不怎么样 那何时要遵守法律拆赖皮聊呢 还有人说总统公然说谎和带风向了 以及杀人为什么要判刑 坐牢呢 我要试线 在试线前 我不接受法律逮捕 好因为其实他很说声音会出来嘛 说你当时在辩论的时候 你就不是这样讲 好可是呢 你现在又说你要不要进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你摆明你当初在骗票啊 没有赖清德很诚实 因为他最大心是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啊 在灾难修好之前 我怎么可以去应付一个灾难呢 哎呀真的是这个赖清德呢 从头到尾啊就诚实到连自己都骗了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回顾一下 当时这个宪法灾难论 先说中华民国灾难论 宪法灾难论 大家还记得吗 今年元旦的时候 当时还是蔡总统 就开了一个元旦讲话 然后呢一开始讲话说两边没人 对不对 蔡总统那边左看一下 右看一下 本来赖清德进来呢 这个表情还是 还好还好没有我的事 准备要坐下 突然就快步向前 然后站到了蔡英文左边 右手边 然后左手边的是当时的秘书长林佳龙 那林佳龙一派悠悠轻松 还会双手教他一直笑 赖清德从头到尾 国字脸 蹦着一帮脸 然后立正站好 我认为那一次的上课 让赖清德印象深刻 什么印象深刻呢 蔡英文怎么处理问题的 赖清德这一次学到了一部分 但是呢 学到了无耻下流的部分 倒没有学到道航高盛的一部分 怎么这样讲呢 因为蔡英文在处理宪政问题的时候 他是非常刁砖的 甚至你可以说脚踝也不为过 他懂的什么叫做切香肠 但不把香肠皮切破 但赖清德不一样 香肠皮那边他就是拿刀把捅破 两岸已经胜到了这样 宪法也是胜到这样了 就是几乎是快破了 但赖清德的粗暴 他只学了一半 那现在学一半是怎样呢 就是我什么都用宪法解释 一个人明明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人 就突然之间变成 他是最遵守宪法的总统 庄孝伟嘛 这是很夸张 非常夸张 上一个这么嚣张 不守宪法的总统是谁 是陈水扁 陈水扁刚才波及有提到嘛 所谓在法案上 这个增加复言这样的说法 就是增加复言说法 前两次刚好就是陈水扁的时候 而且陈水扁的时候是什么呢 一次是2004年 一次是2005年 2005年是跟对什么 是针对第七次修宪任务系国大的时候 他来进行表达 当时就是针对所谓国会改革的问题嘛 因为大家了解中华美国武权宪法 在张军丽他们修改之后呢 其实是背离了一定程度上 你说背离也好啦 改变也好啦 孙中山设计的原子 因为他们觉得孙中山设计原子上面 是有一些自爱难行之处 所以他就参考了我之前讲过嘛 就是德国在战监期 一战战败之后 所成立的威马共和 去成立的 但是他里面又参考了 美国的参议院 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很复杂的国会 他国会有三层啊 各位知道吗 国民大会在最上面 国民大会甚至是直接代表老百姓 所以叫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嘛 就国民大会其实是代表老百姓 授权柄与总统及五院 那可是五院里面有两个代表国会 一个叫监察院 一个叫做立法院 就是因为这么复杂 所以呢后来我们在这个宪法 在调整的时候把它给修改 那其实这些内涵啊 今天包括像刚才 李文姐姐提到吕敬毅 荒唐到几点 他这么讲你知道吗 他说啊 我们当时有20条 这个国会改革 我们已经改了17条了 最大关键是因为啊 这个权责不明啊 因为呢 调查权呢 在四字585的里面呢 应该呢是 作为立委的一个附从的权利 所以呢他不应该啊 他要限制范围 他这自圆其说你知道吗 不过这些都是好事 我讲到这些 你们也不用太懂 因为观众听了一定补傻傻 我只要跟大家讲 这些进入实质讨论都是好事 但是最烂的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有任何实质讨论吗 完全没有 就跟行政院长着容他一样 他说他是他个人意见 所以写了所谓的 这个违线七点 结果最后把这违线七点整理整理 送成书面资料提赋议案的时候 一条砍掉三条改掉 然后被徐晓鑫当场截难问时 还在那边发抖 今天早上问晓鑫吧 晓鑫说他现场发抖 在那边答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的复议书 是接下来要进行 这个所谓违线审查 宪法审查的时候 他是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书面资料 所以他们不能再乱写 所以可以见到民进党这一次 他是一个很绝望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面对这他们既斗志高昂 也绝望到不行 什么意思呢 赖清德本来是斗志高昂 可是你可以看到立法院党团 现在是卸了一地的皮球 你看柯建平这几天 几乎不太讲话了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德觉得他现在掌握这个巨大的国家记忆 他觉得 我这天下无敌我超人的 你知道吗 我没有想到说 哇 总统圈这么大 超级大总统 我们的宪法漏洞这么大 我想他现在应该很高兴 当年李登辉 还有陈水北 留给他这么爽的权力 李登辉的宪改 我跟大家讲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宪改 从今天来看 是个急失败的宪改 包括我们说崩溃的卓榮泰大师 不是 崩溃的林卓水大师 他现在也在讲 他也在说 法国当年把总统任期从7年改成5年 那现在马克宏 竟然提前解散国会代表说当年限改失败 他其实指上骂槐了 他说法国宪法限改失败 就是在指台湾限改失败 当时中华民国限改其实失败 很明显嘛 为什么 因为太多的不必要的因素 那刚才波及说八路嘛 一辅三院 这我早上自己写的 一辅三院合为立院嘛 对不对 总统府立院的民进党党团 监察院 行政院 再来呢 刚才讲到八路嘛 什么民进党 清鸟 绿梅 侧翼 我跟大家讲第九路是什么 九路合为 还有第九路 就司法院啊 司法院绝对是第九路 关键的一路 这八路都只是侧宫而已 主攻是四路嘛 就是一辅三院是主攻嘛 然后侧翼进攻是党 清鸟 绿梅 侧翼 最后什么 何为光明顶 九路为攻啊 最后一路就是什么 最后一路就是司法院进来 你知道这个有历史的巧合 这纯粹巧合啊 司法院进来就忠实 今天这篇啊 大法官绿友有民进党视线 全雷达 对 这就是我要叙述的 大家知道吗 在历史上还真的发生过 这个八路军跟九路对打 跟日本人九路对打 在当时近东来1938年战役的时候 我们不提远的 我讲这个 大法官大家了解哦 如果今天是蔡英文 他的视线一定也判违线 但是他一定是部分违线 蔡英文很艰险的 他非常懂权术之道 我大概就判个30%违线 核心条文给你违线 限缩你 剩下没有违线 接下来你赞党拼命抗拼开 就说你不理智哦 这我们大法官虽然是我提的 但是呢他具有崇高的地位 你看他没有每一条都给你判违线啊 但好笑是关键都给你判违线 这就像怎样呢 比如说你爸爸妈妈允许说 哎呀你可以跟隔壁的小美交往啊 对不对 你们可以交往 但是第一个 你们不能单独出去 第二个你不能去看电影院 第三个你们不能去moteo 那搞屁啊 这交往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他说有啊 我给你们交往啊 那也没有交往 对不对 你们打电话可以 但是我要监听 庄孝伟嘛 这个他是蔡英文一定这样玩 但赖清的肯定不这样玩 赖清的逻辑不是这样啦 蔡英文的逻辑一定是 宪法不一定百分之百危险 但赖清的是怎样 只有百分之百危险才证明我对 因为如果他今天 他今天如果是想要判部分危险的话 他就进入条文的讨论 但他要百分之百危险怎样 包括他请来的律师 还有呢 而且最扯的是请一个 又不是公法律师 公法学者怎么找律师来 这目明其妙 没关系哦 在一个律师 然后呢 还有包括他自己 在所谓的厂听谈话里面 全部都是彻翼语言 同样一张图可以从行政院丢到 总统府完全不为何 再丢到青鸟现场 只差别说青鸟现场挂三颗人头 一颗叫傅昆吉 一个叫黄国昌 另外一颗叫做韩国瑜 对 差别在这里 就整个彻翼化 所以大家了解到说 他现在的逻辑是很可怕的 因为我们要讨论什么 微信有几个层次要讨论 第一个你要讨论内容 第二个你要讨论核心法条 到底是哪一个 第三个 其实是政治层面 那赖清德前面两个都不要 他只要政治层面 他就是要赢 他就是要当 超级大总统 他其实就想当皇帝 想当清德宗啦 可是清德宗你要跟蔡慈禧学一学啊 蔡慈禧的政治斗争手腕 那可是连公亲王毅心 都被他玩在鼓里啊 但你清德宗呢 你想搞什么 你想搞戊戌变法 百日政维新 我跟你讲 我马上阴沟里翻船 没那个卡丝 吃那个虚子 吞老死的啦 就是这样 这是今天赖清德的问题 可是你看哦 战斗 再战斗 6月19号就在开一个月 你看他有多急切 620才买一个月 619再开 有看过这种总统吗 这也是很厉害 可是为什么开呢 这个开完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层次 为什么现在立法院党团冷静下来 因为柯建敏其实是透过靖周刊 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 靖周刊放话说外线那个 其实那是下通牒 纸上骂槐啦 名字骂卓隆泰 实质上骂赖清德 说你这个领导有问题嘛 可是赖清德不是 他直接来一个反手一攻 好 你说我问题是不是 好 我把这个权力全部收起来 所以我成立三个委员会 没有人那么羞辱一个行政院长 什么意思呢 三个委员会 所有的召集人都赖清德亲自担任 副召集人 首席副召集人就算了 他有三个副召 三个副召 每一个叫卓隆泰 副院长是副召 副总统是副召 甚至他的民间的学者是副召 就没有卓隆泰 卓隆泰进去是不是劣协啊 搞不好连这个会议都进不去啊 怎么会这样 就是代表说他全面要跟立法院开战 他现在连绿委他都要这样干 所以这个就是 赖清德的性格里面 那个大鞋子性格 他就非常的斗鸡 什么都要斗到瘾 可是你很可悲的地方是 如果你学蔡英文 蔡英文是慈福 他慈福在那边 然后随时关键时候咬一下 平常时候他都不出来 700多天躲起来 可是他不是 那你斗鸡 斗了半天了 看起来着出流血 但没有致命伤啊 这就是赖清德现在最悲哀的地方 他的整个的 他搞不清楚他的权力的来源 在民主国家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就是你的得票率 你看这欧洲最近在欧洲议会大选 然后就有人就酸说 这个是这个美隆尼 就意大利总理美隆尼 七个小矮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所有去开G7的 包括欧盟的冯德兰 全部选得一塌糊涂 这个支持度一个比一个低 我那天看这个最扯是岸田文雄 本来24.2 跌到22% 24.2还可以再跌2% 我也是服了啦 竟然高达有6成以上的日本民众 希望他赶快滚蛋 所以这种就是无能领导 所以他啥都不能做 他啥都不能敢 这个叫做 民主就西式民主 democracy里面很重要 是一个授权的概念 赖清德 你看他完全没有民主内涵在里面 嘴巴天天讲民主 实际上这个皇帝啊 但是皇帝呢 你如果是雍正大帝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雷律风行 雍正大帝也就算了 就不是你是清德中光绪 可悲要几点 就没有能力还硬要干 就是现在他之所以 会干的变成这个样子 遍地烽火 完全打不赢 但是我觉得最后 我们来讲几个事情 第一个 我100%支持立文杰 刚才说法 正面对干就对了 绝对不能弱 三路还击 面对对方的八路大军 还有即将出来的第九路大军 三路大军还击 第1县四县一定要非常漂亮的 在县华法庭里面 我是建议啦 虽然大家可能对县哥 可能没有那么 觉得说不一定要他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高的 县法学者加搭配一个 这个立法委员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过程还是吴钟燮最近 因为它就是司法 guidance委员会 赵委嘛 全程参与嘛 他也多次跟民众议党对赶 那就多练习吧 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 因为民众党已经派黄国昌 黄国昌是没什么问题 他已经自动请英了 没有错 民众党也没人了嘛 他們有好幾個律師 他們怕黃珊珊嗎 黃珊珊搞不好又缺席 對不對 他搞不好跟大法官說 我陪媽媽比較重要 對不對 大法官沒有媽媽重要 我們很難講 但是呢這個時候第一個是四線 所以四線可能是全國聯播 而且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有全國這麼高的收視率 網路什麼的 我相信絕對10萬人同步在線 然後大家看著 四線的現場 這第一個 所以第一路大軍回擊 第二路呢 砍預算 你要真的你敢做 我就敢砍 我把你司法院大法官預算給砍掉 凍結你的人事 反正你10月要戒期了嘛 10月31號戒期 11月1號要換人了 你敢這樣玩 7個我通通不讓你上 一個都不給 然後呢 再來呢 對於針對什麼監察院 監察院你敢試線 監察院什麼東東啊 亂七八糟 那個李俊英那個理由 簡直是鬼扯蛋 對不對 什麼那個權責 權責相親 我跟大家講 只有行政權有權責相親的問題 還有司法裁判權 至於調查權是多多益善 那要真權責相親 請問你連政署 跟地檢署廢掉一個嘛 對不對 還有陣風處廢掉一個嘛 就全部都權責相親嘛 自古以來監察檢查單位就是 最好就是有制衡 而且彼此還要競爭 他才辦得出績效嘛 不然香港的這個連政署在幹嘛 對不對 他們這個香港這個 為什麼他們陣風那麼強 以前啊 我就是這樣子嘛 講這個東西 一點嘗試都沒有 還理敬意勒 怎麼我當立委的時候 講了一副疫症延遲樣子 那我是覺得監察院的那些記者 真的要加油一下 不要讓他在那邊囂張 對不對 但是我是我都要堆掉他 這個牙口無言 這個沒水準的傢伙 第三路就是館長說的 上街了啦 還跟他那邊客氣 那藍茵行動我覺得很好 藍茵他們雖然笑沒人 但人家是高歌離席嘛 大獲全身誰跟你們曬太陽 腦袋有問題 但是呢這是一個人氣測試 我必須說藍茵的現場 辦的真的不怎麼樣 流程混亂啊 主持亂七八糟什麼 但是呢總是做出來了嘛 我知道這樣講 等一下文傳會又要賴我了 好 文傳不要賴我 我知道你們的意思 辛苦了好不好 辛苦了我知道 但總之呢 就是我要跟講就是說 上街而且要習慣 常態動員你的群眾 當你群眾愛上上街的時候 哇那不得了 你的能量就出來了 因為呢現在嫌疑見的 民進黨想搞罷免 2月1號才上任 明年2月1號還多久啊 別鬧了好不好 對不對下半年 還很多人沒過生日 你先讓人家開心一下 你才來上街吧 那邊鼠搞瞎搞 還有就是國民黨的立委 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第一次選上不要恐慌 恐慌到人家說你再哭哭了 真的不要恐慌 有什麼好恐慌的 有什麼好怕的呢 贊就對了 你越不贊越雀懦 你就被時代淘汰 今天為什麼國民黨 這麼多年輕的上來 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啊 過去八年的監督 大家覺得不夠給力 想再更給力 所以有一些就慢慢替換 那這才是整個關鍵嘛 到現在賴清德是不留任何餘地跟火口 他所有路都給你堵死 如果剛剛波及講八路的時候 哦對耶 真的還八路全上耶 第九路也來 你看他是完全不留縫 而且他最近不是他一直在聯絡 想要聯絡民眾黨 民眾黨 柯文哲最近也想說 是不是有機會 我跟你講 柯文哲主席 沒機會啦 你再跟你講 你如果真的去跟綠核哦 那賣一針那一拳就白挨的啦 所以其實再也就剩一件事情 團結一致 壓制賴清德這個傢伙 因為這個人 他有雍正的野心 可是呢 他只有這個光緒皇帝的才能 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 台灣真的在末日狂車上面 瘋狂奔襲當中 最後再嗆他一句 你真的很虛偽 好歹袁世凱想當皇帝 還是明哲來撐個紅線帝制 他媽你想當皇帝啊 還在那邊雲旅物理在那邊裝 真的是哦 不要拿出你的氣魄 有點尬子 謝謝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煉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時期的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我們會看到